你好 欢迎收看7月7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首先带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 三级防疫倒数五天 花联县卫生局持续召开例行性的防疫记者会 市长徐中卫在记者会当中说明了 7月8号莫德纳疫苗接种地点 以及社工施打公费疫苗目前的规划 也对于民进党主席特助洪耀男 在脸书嘲讽花联民众 执政党此做法对花联相亲残忍 以连续第19天零确诊的花联 7号下午3点县长许正位 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 持续在花联县卫生局进行疫情记者会 同时对于医护人员 这两个月的防疫辛劳表示感谢 另外目前县日普推行的暖心食堂 以经有304间餐饮业者来配合 让受疫情冲击而三餐不济的民众 也能有个温饱 所以再一次呼吁乡亲 全国目前疫情 的确是向下发展 但是依旧还没有过去 所以还是请所有的乡亲 一定要做好 这个勤洗手戴口罩 口罩还是要戴上 因为印度Delta病毒 其实是无症状 而且我们很难发现 为了更服务更广的大众 走入部落 走入村里 所以我们要谢谢卫生所所有的基层的医疗同仁 他们真的辛苦了 所以在这里 真为要感谢大家 另外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暖心食堂的部分 从7月2号到目前7月7号 然而在7月6号我们的整个总和里面 一共到场办理的人数一共有3874人 而到场这个办理的人数再加上这个带领的部分 一共是6020人次 那一共领的参卷数是32654张 除此之外也指出 目前社福团体社工施打疫苗已经开始进行 而秘书长张一华画风一转 对于民进党主席特助洪耀南 在脸书嘲讽花莲林众痛批表示 执政党此举是对花莲相亲相当残忍 中央执政的政府 不管是总统府 不管是卫部部 不管是CDC 何其残忍到目前 还不能够把我们要的疫苗采购回来 何其残忍 不管是台积电 不管是郭董 不管是慈激 不管是花莲围景盛宏集团 到目前为止 辞迟买不到 老百姓人民强打疫苗 跑白明好笑吗 何其残忍 所以残忌的残 第一个意义是残忍 第二个 残杀 600多条无辜 因为打不到疫苗 而不幸确诊 甚至病故的乡亲 六百多个台湾人民 六百多个家庭 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 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主席特助 还有心情在脸书上面发表文章来调侃 所以我觉得疫苗残剂的残 刚好符合台湾现在事实 执政的残忍 造成六百多条人民被残杀 至于说咏村 台湾人说咏村是咏村的咏村的 请问台湾人民现在疫苗够打吗 是用剩下的吗 大家都打过来咯 还没有 所以还不到咏村的地步啊 现在是老百姓还心急如焚 想打打不到 咏村完全名不符实 也接着甩锅中央指出 由于疫苗的不足才会引起民众 抢着吃打残忌 执政党不应该在伤口上撒盐 作为执政党主席特助 更不应该如此残忍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 都不应该是用证据砍的